鲍独寨景区的莲花山 鲍独寨山峰被白雪覆盖 从高空远眺 连绵不断的山巒 高峰在云雾的硬衬下若隐若现 宛如仙境 尽显雄浑壮阔 冬日的北国风光尽收眼底 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 在海山公园 浮面如镜 几只眼鸭在自由游异 感受着冬日的悠闲宁静 为公园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 雪花静静地洒在雪松 辣梅 海棠的枝头上 晶莹剔透美不胜收 在白雪的硬衬下 绿 黄 红 各色树叶 将公园打扮成了色彩缤纷的童话世界 很高兴 这第一场雪特别好 想留个纪念多照几张照片 十百公园 有一水 两岸 三岛 是以原有自然生态条件和水域地形为基础而打造的 一座开放式城市湿地公园 因此桥多 景也美 雪后的十百公园更是别有一番景致 三三两两的市民漫步小径 欣赏雪后的美景 元市县此次降雪量比较大 山场 河流 湖泊 田野 全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锐雪中 风龙山 淮河湿地等地 已成为冰雪世界 景色迷人 形成一幅幅美丽的水墨雪景图 行塘县大部分地区降雪厚度5至8厘米 举木远照 洁白的雪毯覆盖了田野 村庄和城市 寂静而壮美 出雪为美丽的凤城高益披上了银桩 抬眼望去白雪挨挨 像一张洁白无瑕的画布 将万物重新勾勒 公园里 道路上树木银桩素果 人们纷纷拿出手机 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